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美日的战机经常对我进行抵近侦察 王老师在咱们海军作战部呆过 而且亲自驾过机 您给我们讲讲美日军机对我们抵近侦察的情况 现在美日军机对我们侦察 因为现在新闻媒体发达了 网络发达了 大家知道了好像一下子比过去多了 其实在历史上 美日军机对我们的侦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从50年代60年代甚至还发生过战争 比如说我们打下过美国的飞机 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基本上每年有几百个架次 每年几百架次 在东海方向 到2000年以后 大概一年600到800、900个架次 平均每天有两三个架次 相当频繁了 相当频繁 那时候我在机关职过班 天天看着我们标板上图标 好几个地方有美国或者是日本的飞机 过去最多的是EP3电子侦察机 EP3 EP3 EP3飞机 天天一会儿在黄海 一会儿在东海 一会儿在南海 天天有好几匹的架次 因为飞机很难对付 一个是日本美国装备的很多 另外一个它本身流空的时间比较长 对 它流空十几个小时 那时候我们装备又不像现在那么好 即使离现在好 一个战斗机上去 一般巡航跟踪它几十分钟 一个小时 跟它耗不起 它已飞十几个小时 对 所以你要跟踪监视的 只能是某一段 某一个区域 对它进行监视跟踪 它抓住你这个特点 它不断地来消耗你的兵力 另外天气 它这个飞机 因为它是几种复杂气象都可以 它在外海 你在内海 你起飞的时候 你可能七下跑 你起飞都起不不了 但是它在空中 在云上飞行的时候 它可以执行在它增长路 气象条件相对好一点 相对来说 它应付气象条件比你要简单一些 你战斗机应付气象条件 和大型飞行应付气象条件 完全你是比人家要很苛刻的多 所以实际上大部分的 它对我们的侦察和监视 我们是没有对它进行跟踪监视的 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反制的手段 对 但是那是以前的老皇帝了 现在如果咱们要发现美日军机对咱们进行底线侦察的话 咱们一般会怎么反制呢 现在一个我们基本的发现 当然它也不背后你的飞机来侦察 它没有必要搞那么隐蔽或者隐身飞机 它没有必要 它来了 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不能全发现 因为我们过去基本上就是近海的雷达 没有远距雷达 没有地波超视级雷达 没有X波多雷达 这些都没有 现在这些东西都有了 所以基本它来我们不能发现 但是什么时候跟踪你监视你 我有我的选择 因为它来侦察你 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侦察你的指挥系统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什么时候起飞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这些都是它的情报 你这个不能让它发现 对不对 另外它来侦察有的地段是需要对它进行干扰的 就不能让它看着 不能让它正常的飞行 让它采取一些规律的动作 或者要分散的注意力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踪坚持的 比如说我们海上有其他活动的时候 我们搞试验的时候 装备试验的时候 尽管我们在海上发布了我们的一些禁区 但是它还是来 怎么办 那么我们对它就要进行干扰 当然有的东西它在外海在远处 你看就看 你看过多少次了 它天天来 你也不需要天天对它去跟踪坚持 不代表我没有看到你 不代表我不监视你 那么我们能不能像当时我记得苏联空军用苏27切了这个是挪威空军的1比3 层中手术刀 切了它一下 咱们能不能这么干 因为咱们现在的装备也很强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 再说现在中美之间制定了一个海上相遇规则 海上相遇大陆包括空中 再具体的空中的相遇规则 双方正在商讨 还没有完成 包括和日本正在谈这个事情 其实在空中相遇世界民航组织有民航组织的规定 比如说你必须要一个高度差 比如说民航一般是600米一个高度差 你飞8000的时候 你应该飞其他飞进去8600或者7400 避免相撞 避免相撞 但是你执行这个规则 它有时候不执行规则 比如说它要对你进行跟踪 抵径的跟踪监视 从某一个角度对你的装备进行跟踪监视 它首先不执行这些规则 所以这就很危险 所以最近中美中日都在商讨这个事情 在01年的时候 不是一个中美互相创的事情吗 这就是很危险的 当时没有相遇 那一次就是说它侦查的地区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当时一定得把它挤出去 所以才发生了空中的襄撞 对 它来的是1-3 因为我们南海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南海部署的兵力比较多 还有潜艇 当然当时没有航母 但是当时有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那个方向全有 我们还在那个地方有些潜艇的活动 它来的侦查目的性是很强的 对于这样的飞机你必须进行干扰 干扰我也是利用国际法利用国际规则 这完全是可以的 即使以后有相遇规则的限制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合理的使用一些国际法对你进行跟踪监视 其实刚才听王老师介绍 感觉是在南海或者东海地区 咱们中国海军跟美国和日本这种侦查与反侦查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王老师 因为您一直在一线可能对它的军机或者是这种侦查机有一定的直观的了解 在您执行任务的时候 您有没有亲身的遭遇过比如说美国或者是日本的侦查机 他们一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说他们对哪类目标最感兴趣 不大有 而且是独次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我在2000年我们有一艘舰有个编队到美国访问 顺便经过日本中间线 到了中日所谓的日本化的中间线以后 日本的P3飞机就过来了 高度是非常低 当时我把日本的飞机都拍下来了 拍的是P3 后来又来了一架它的直升机高度 我的感觉就在那个桅杆上面 因为我们看它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楚 它完全不按国际规则 因为在航行的时候有个国际法规定 你不能在我的斜插走俯冲着对我的舰体来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它的直升机完全不顾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当时为了保持中日友好 一个没有对外伸张 第二个 我们没有采取更多的对抗性的军事行动 比如说我的舰炮 我对你进行跟踪亚射 在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危险 一旦发生误动 那可能就不是你的飞机被揭露 或者它的飞机也是带着武器的 带弹的 带弹的 而且它不光是飞机 它的舰艇也是 比如说我们编队航行的时候 一前一后 你的舰艇是不能从我的中间经过的 不能穿插我编队 它就是协差 它的速度化比我们快 军舰内收性能比我们好 它经常在非正规的违反国际法的这些行动 其实不光是侦察了 还是挑衅了 还是总挑衅 王老师 以您对它的侦察手段或者说侦察方式的了解 比如说从10年前到现在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说是更激烈的 还是说它离我们的海岸线越来越远 您能不能看出一些相应的变化 或者说有什么不同 技术侦察更强了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主要是使用一些红外光学的侦察相对来说多一点 但是现在技术侦察更多 就是它收紧你的信息化的信号更多一点 你看过去包括美国的SR拐腰飞机 基本是沿着你的领海线 贴得很近 很标准 它不近了 在领海线外对你增察 因为它用光学增察的话越近越好 包括那个时候跟苏联关系不太好 苏联那时候突救我也对我们进行增察 经过朝鲜半岛也是基本上领着我们的颜海线 一直南下 到南面以后再回头 那么现在它不一定离你那么近了 离你比较远了 高度也不一定那么低了 高了 但是它的技术手段多了 更先进了 当然了光学侦察也有 雷达侦察更多 因为现在有了核程孔径雷达 比如说它的P8A 你用了核程孔径雷达以后 它还需要抵近 它不一定那么近 越近它可以测试 拍摄你的立体的照片 它还需要抵近 但是不像过去那么近了 说明它的技术比过去渐近 但是它对咱们的侦察的强度是一点没有降低 一点没有降低 我听您说 刚才咱们说了一半 您说日渐日渐对咱们进行侦察之后 出了第一岛链马上就换人了 对 那次到美国 那个时候2000年参加配合江主席 那个时候参加千年峰会 那么我们坚持到美国访问 我们的舰艇编队刚到所谓的中日之间海上的中间线以后 日本的军舰飞机就开始对那跟踪 穿过它当时是我们穿过的是大鱼海峡 穿过大鱼海峡以后一直跟踪的 跟踪到哪 跟踪到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还有日本的岛链 过了第二岛链以后 接着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军舰 一直跟踪到夏威夷 从夏威夷在跟踪到美国本土 就是从我们的中日之间所谓的海上分界线开始 日本的飞机军舰和日本的飞机军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立的跟踪件事 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当时我们也缺乏对它的一些反制手段 只能让它看 从国际法来讲 它有些地方是符合国际法的 有些不符合国际法 但是我们毕竟是两岛军舰正常的航行行动 中间也有一些演习的活动 在演习的时候 我们也采取一些警告的信号动作 我们比如说挂一些标志建设 我在进行演习 就告诉你 很危险 有时候我这时候怕我误动了怎么办 你离我远一点 实际上是一种警告行为 无伤你不负责了 无伤你不负责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只有通过这个方式 就让它稍微远一点 但是它完全不会说不跟踪你了 解除它的跟踪件事 因为它也是它上面下达的任务 一直在跟踪件事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双方的 如果日本有些舰艇飞机离我们很近的话 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 还有一个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 空中的侦察机或者直升机的这种底进侦察 我们水面舰艇可能反制手段比较少 另外一个 我们前一阶段还注意到一个新闻 在三年前 我们南海地区一个渔民在海滩岛附近打鱼的时候 捞上来应该是叫做一个无人潜航器这么一个东西 它可能也是对我们海军设施进行侦察的 王老师就像这样的一种侦察活动 我们以中国海军这种比如说防卫能力或者水下侦察能力 这种无人潜航器咱们有没有办法应对它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发现它 无人潜航器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是很难发现的一种水下侦察 甚至是打击的一种设备 新型装备 新型装备 这种无人潜航器从舰艇上或者从本土放到海里面以后 可以行驶上千公里 而且是在水下 美国发展的比较早 早就开始使用了 其实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发展这种装备 有的人说要发展这样的装备发展大量的装备 比如说对日本 我搞它一千个 我的潜航就不用过去了 我在你的主要港口 主要峡水道附近 我可以布雷 可以使用鱼雷 你用我也可以用 你再想清楚了 你给我大量使用以后 你的后果是什么 对不对 这是有利 有必的一种 但是要发现的是很难的 发现等于你去用水下侦察设备 去搜索一个很小型的潜艇 大家都知道 大海捞针 大海捞针 这非常难的 除了靠近你的地方 你水下有水下阵力 有机阵 有这样的设备 发现的概念稍微强烈 你用舰艇和飞机是很难发现的 目前为止 不但我们能发现 美国发现其他国家的类似的设备 它也很难 所以这就只能靠渔民了 对 咱们提到潜艇 那么美日在中国沿海 布设了大量的水平机阵 那么咱们潜艇对这有繁殖措施吗 肯定有相应的战术动作 水下机阵 日本和美国在它的一岛链二岛链都布设了 比如说从表面开始 对马海峡 金青海峡 大域海峡 宫古海峡 它都布设了 而且现在我看还在铺设水下的几百公里长的电缆 对 美国公开的资料现在大概有七八千公里 总共在世界大洋 包括阿拉斯加一线 美国的本土有些海岸附近 它都布设了 现在它还在发展 现在发展跟过去的性能又提高了 当然 磨高一次 倒高一次 应该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的潜艇也是经常出去的 你看甚至到了印度洋 我们都去过了 出一岛链链链链肯定是出过的 但是你是不是都发现了 我看未必都能发现 因为各个潜艇都有自己的相应的军事动作 战术动作 比如说我突破某一个辖水道的时候 我用虚电池航行 就是我的动力 我用柴油机了 也根本用核潜艇什么的 我都不用其他动力了 我用电池 这样的声音就非常轻轻 甚至小于它的海洋噪声 背景噪音 当然有个潜艇小姐 它还是能发现 每个潜艇都有自己的声门 我叫英文 最重要 为什么美国的船飞机经常要到我们南海东海来侦察 它就要是掌握你某一项 哪个旋号 你的声门自动是不能让你掌握的 就是你掌握你突破下水道的时候 只要你知道你的声门 即使你的噪音低 它可能也能发现 我就知道是具体哪艘艇 就跟人说 我们说话一样 每个人的声谱是不一样的 压低声音也很重要 我也能发现 压低声音这是一个措施 当然还有其他的相应的措施 比如说我发射气泡 制造噪声 制造不一样的噪声 通过特别需要的时候 我发射其他噪音 把我的声门也改变一下 类似这样的战术动作 还有 我们还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从水下秘密的突破第一岛链或者是到印度洋 我们从公开的信号来看 比如说日本发现过我们的404核潜艇 发现过其他的潜艇 但是我想中国潜艇那么多 每年训练活动那么多 它也没读发现 好像大部分也没有发现 是不是 对 整体我们的这种隐蔽航行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而是有的世界上军事发展很快 比如对太空的发现 可能几十万公里 几百万公里 都能沟通上联系 但是唯独对水下的探测 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包括美国俄罗斯在水下发现目标 利用水下的这种突破声算得远 也就是100多公里 对 这就非常好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 就说人类对海底的了解 还不如对月球的了解? 远远不如 王老师是海军 那么南沙西沙应该是咱们海军经常活动的一个基地了 对 咱们南沙的这些岛礁您都上去过呢? 因为工作关系过去确实上去过 基本上我们站的岛屿我都上去过 但是是多少年以前和现在的条件大家不知道 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80年代末期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的岛礁叫高脚屋 就是用铁棍插在胶盘上面 然后支撑起来一个架子 在这个架子上面搭上我们的铁皮 我们的战士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 在守卫咱们的岛礁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建船知识》杂志 他们很多封面就是那种高脚屋 看着非常简陋 在上面人都呆疯了 我在上面也呆过 因为那个时候的通信娱乐 不像现在那么发达 网络什么都没有 任何电话是打不通的 当然有电台是军事用途的 收音机也收不到 任何国家的收音机也收不到 带一些书本 放放物像看看书 但是没有空调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热的时候 它的热倒不是八九一份最热 八九一份有台风来了以后 不是最热 还舒服点 还舒服点 在三十月份的时候 我去过 真是没有风 海面大家难以想象的就像桌子一样 一丝皱纹都没有 非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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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那时候离赤道 相对来说也近一点 永蜀礁在南围九度 对不对 九度十度左右 太阳直射 烤得是非常厉害 关于南沙岛礁现在的情况您了解吗 现在是个什么样 改宽大不大 那个时候 永蜀礁建设的一块小小的平整的陆地 大概就几千平方米 现在平方论公里了 大家在微信照片上都已经看见了 长度相当于一个跑道和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永蜀礁就它生活设施来讲 有空调 冷 暖 独明问题 水还是从大陆的水船送过去的 战士们发扬我们 我军的优良传统可以种菜 土是从大堕运过去的 自己种些棚子里面的种些蔬菜 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观 但是总体来讲 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最差的就是吃菜问题和水 过去我在舰上的时候 我们军舰那个时候 暂时一天就是一点盆 水就这么多了 多了就没了 尽管现在比我们过去要好得多 但是水是限量供应的 不是说想什么时候我们在家 想什么时候洗澡 就是什么时候洗澡 也基本上是定量供应的 因为水的代价 水的代价还大 毕竟是海岛 对 王老师 我也有一个问题 您以前比如说在南海乘坐军舰进行巡逻 或者值班的过程当中 与外国的军舰或者其他船只有没有遭遇 他们有没有什么动作 比如说不友好的动作 或者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动作 有没有可能 那是实际上家常便饭 我们现在刚才我说过 我们新闻媒体发达了 把它当一个新鲜事 当时不做一个新鲜事情 好像你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天天就遇到这个事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个时候我在105舰巡逻 越南的 他不用舰 他用船 什么船 渔船 基本上是天天跟踪你的 他那个渔船是真的渔船 就是老百姓的渔船 当然上面的人员肯定是他的军人或者是民兵 基本上是特工为主 刚开始我们还经常抛锚 后来发现你不能抛锚 抛锚就很危险 就像现在雅丁湾的那些大的船一样 大船你要发现夜间抛锚 发现一个人爬上来 是很难发现的 所以后来我们军舰一直处于巡航的状态 从来就不停了 你连续多少天就不停 除了白天有需要的时候抛锚 比如说进行修整或者进行补给 那是全面进行警戒 放置了蛙人 侦察船那个时候也是挺多的 其实那个时候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太一样 那时候经常发现苏联的船对我们进行跟踪监视 跟踪监视 那么附近国家的也有 你像菲律宾马来西亚 他们主要是用他们的海警船 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相对来讲 美国的船还少 当然飞机是不停的 飞机老有飞机经过的这个地方 船相对多的 比较多的还是越南的船对我们进行跟踪监视 既然提到越南了 据说咱们海军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还专门针对越南制定了一份侦察计划 您当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 您给我们接受这次计划 它是这样的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八九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88年 我们和越南为了争夺吃瓜椒发生过一次战争 就是314海战 我看现在你们凤凰网也有视频 完了以后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侦察计划 我当时做了这个计划也到实地去 我去到现场去进行侦察行动了 我记得89年4月15号 那天有国家领导人失事 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有点风云变换 当时我写了一个日记 我虽然做了我们下一步在南海行动的计划 但是我们能不能完成 我自己打了一个问号 国际国内的环境变了 所以我们后来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国际环境 在89以前的国际环境 我们那时候美国比较好 蜜月期 蜜月期 你看三十海战以后 美国并没有说什么 如果当时按照当时的国际环境再发展下去 和国内的环境发展下去 我想今天南沙的局面 可能不至于到今天我们非常难解决的程度 没错 您这个话我来给您解读一下 当时如果很多事当时干了也就干了 那么当时干了的话 对现在我们南沙的局势会有非常大的改观 但是当时没干成 可能今后几十年 失去了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 反正是军事机遇 因为当时很简单 比如说88年我在永守就要建海洋观测战的时候 是联合国教会我们组织指定叫你干的 我很顺理成章地来干的 包括越南的支持 当时可以 所以美国更久支持了 到了三阳四海战的时候 美国并没有说什么 如果还是那样发展下去 我们可能多建几个 在岛上建几个海洋观测战 我们现在都是在礁上 在其他岛上建 或者是我在其他岛进行进驻的话 那么我现在的整个南沙的环境 或者我们所占的岛礁的个数可能比现在要多把我想 这个叫什么 好事多谋 多难兴邦 那么南沙问题 终于会解决了 那么这期就是这样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